加上啦啦隊 加上所有的工作員 加起來提貨2萬人 所以說這是歷來規模最大的 補塵 補塗半場馬拉松 分成三組 半馬 還有10K 還有5K 休閒旅遊組 5K 讓你飽覽這個補塵的風光 尤其我們特別感謝港務公司 在安平港的路線 讓我們能夠進去在港區這樣跑一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讓人家開心 那為什麼去那邊 除了風光很好 對交通衝擊也少 而且人車少 對選手的影響也少 所以說是一舉三個的做法 因此呢 我們除了規劃 這個沿線的景點 上輩鼓勤 也非常感謝很多上席長官的支持 那也感謝中華民國平靜協會 能夠幫忙我們這個 古都辦成馬拉松 非常非常具有吸引力 我們台南市有兩個 馬拉松 一個是 真文馬拉松 真文水庫 這個是全台灣歷史 最有酒精要辦到四十一屆 要辦四十屆 四十年前 你看辦馬拉松 中間又有經過疫情 有停辦 所以這四十屆 這四十也是真真真金實力 這個真真真真真的是什麼 另外一個 五度辦成的馬拉松 我們也是讓 在馬拉松 好界 好友界 非常有勝利的 所以呢 歡迎大家來 其實 在這個時候 因為一般馬拉松 都在秋冬季 那在春季 因為夏天 太熱 辦那個馬拉松 有時候選手的體力 號召比較大 好 那我們在 差不多到三月 在到三月中以前 我們都辦馬拉松 差不多是可以 到三月 四月以後 天氣就比較熱 尤其在南部 因此呢 歡迎大家來 全台灣 最富勝利的 谷都 辦成馬拉松 歡迎大家來台南 歡迎大家的沿線 來替選手加油 來看看保覽 富城的風光 祝福大家 謝謝